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当着中美代表的面直言 东南亚国家不会充当代理人 据报道 印尼总统左柯 在东盟峰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他表示 东盟应该是一个促进合作的地方 以实现和平 繁荣和稳定 这不仅有益于地区 也有益于世界 左柯指出 东盟国家的领导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即不允许任何一方把东南亚当作他们的代理人 不允许把东盟变成破坏性竞争的竞技场 他将东盟比喻成一艘巨轮 表示 东盟国家的领导人 必须对这艘船上数以亿计的民众负责 除了左柯 印尼外长雷特诺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他指言 印太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 或者沦为其他各方冲突的战场 雷特诺提到 在印太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可能影响到该地区的所有人 可以看到 印尼的表态已经是再明确不过了 而且指向性也非常强 毕竟目前只有一个大国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寻找代理人 将这里变成大国竞争的区域 这个国家即使不说 我们也知道是谁 与此同时 中国和美国等东盟之外的国家 这次也都派出高级代表参加 左科在东盟峰会开幕式上说这番话 也是当着中方和美方的面说的 而想必出席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在听到这番话后 心里的感受恐怕不会太好 事实上 这也是印尼的基本态度 作为这一届东盟主席国的印尼 已经不止一次对这个问题表态 其基本立场 包括呼吁各方用和平对话的方式 解决南海问题 避免直接冲突 呼吁各方更多的参与地区合作 而非进一步对抗 呼吁东南亚各国团结一致 以东盟为中心 防止域外势力插手地区事务 而左科选择在东盟峰会开幕式上做出这番表态 更是加重了这些话的分量 而印尼方面选择在这个时候 做出这番表态的原因也很简单 东南亚当前的局势已经相当不乐观 自从美国今年增加了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 美军干涉东南亚地区的动作就越来越多 不仅如此 日本 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 也都跟随美国的步伐介入东南亚 这些域外势力的最终目役 就是在这个方向构建对中国的包围网 进一步遏制和打压中国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 由于菲律宾在引入外部势力上表现出了很高的主动性 美国等国家介入东南亚地区的进程正在加快 对于这种情况 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感受自然非常深 现在菲律宾已经在主动挑起和中国的海上争端 在通过外部势力的撑腰 试图单方面改变地区局势 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整个地区局势的和平稳定 以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利益 因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左克的表态 似乎就能品出一些别的味道 他的这番话不仅是对美国说的 还是对东盟内部说的 身为这一届东盟主席国的印尼 是在提醒部分东盟国家 不要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 也不要卷入大国竞争 毕竟东盟建立的初衷 就是团结东南亚各国 以一个更加团结的姿态 去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争取更多的共同利益 如果东盟内部都不能一条心 有些国家只顾着打自己的算盘 那么东盟想做大做强 也只是无稽之谈 同时美方出席这次东盟峰会的是 副总统哈里斯 而非总统拜登 也很值得我们解读 拜登近期的行程是去一趟印度 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 再去访问越南 从时间来看不仅不冲突 甚至还可以说是顺路 只要拜登想 完全可以先去一趟东盟 再继续之后的行程 事实上就有不少参加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 先来参加了东盟峰会 拜登选择不出席 很可能是认为 即便自己亲自出马 东盟的整体态度也不会改变 因此才派出了存在感 相对较低的哈里斯 然而即便印尼方面 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美国肯定也不会因为这番话 而停下自己扩张的脚步 美方未来在该地区制造问题的举动 很可能只多不少 对于这种情况 身为地区利益相关方的中国 也需要更加主动的采取行动 联系地区内的积极力量 把域外势力拒之门外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或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